圆圆之盒 特别注意 如果以刚刚的逻辑 插入环数三米符 最近使用过三米符 按确定 Range 一定是这个部门 这个范围 那三 range 一定是工资 这个应该没问题 会有问题的是这个 criteria 条件 条件什么呢? 总不可能说这边输入什么 输入产线1 产线1 那如果你输入产线会怎样? 得到就是0 意思是说没有 那你总不可能说产线1 总共是 他总共一个人 两个人 他把这两 三个人 把三个人加起来 一万两千多 问题2跟3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 比较麻烦的地方 那这个 1、2、3 如果说假如你不确定它是什么字 但只知道说开头一定是产线两个字的话 请各位特别注意 在criteria有支援一个东西 叫万用支援 所谓的万用支援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问号 问号的话是说产线 问号 那一个字我不知道 那你就他就产线 后面那个字哦 不管是什么 产线A、产线B、产线C、产线E 反正只要是一个字的状态都可以 不过呢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产线问号的话 你后面呢只能够有一个字 所以呢如果那个产线 那公司比较大 像鸿海可能产线不止到10 他可能还要产线11 产线12 哇那两个字 或者产线101 哇那个字 就是说那个后面的字呢 如果你两个字你就要变两个问号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两个问号你就变成说一个问号就抓不到了 那变成怎么样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假如你已经知道确定的字数 你可以用问号 但是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字数是几个字的话 记得你可以用什么 用星号 OK 星号的话就是说我不确定 我有一个字还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还是多个字 那你就会用星号 那他就产线后面不管几个字 我都会当成他这个储存格是我要找的 OK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这个概念哦 其实这种用法不是只有在这里哦 蛮多地方都会这样用啊 问号 或者是星号哦 OK这个万用资源还蛮多地方会这样支援的 OK好那我们这样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就可以帮我把两万三千八百八四 等于是说把产线一产线二产线三 通通都帮我把工资加过来 OK好所以关键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万用资源上面 这个说真的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好那真的还蛮麻烦的 好那我们就会帮我把产线一样的